今天跟著我們一起去探訪 巴基斯坦深山裡的Clash聚落 他們是逐漸消失中的少數民族 跟大部分的巴基斯坦人長得不一樣 生活方式也完全不同 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神秘民族呢 趕快訂閱珠珠隊友的頻道 跟我們一起出發探險囉 我們要去突然了 好冷喔 然後你看 然後你看 我們的包包 經過了一個晚上 變成這樣子 超爆髒的 這就是我們的車子 我竟然睡了整趟耶 我竟然整趟都在睡耶 為什麼不行 我怎麼會睡那麼久啊 12個小時 我本來想說天亮的時候 我應該就會起來了 因為很亮啊 結果我沒起來是你叫我 我才是起來的 你叫我的時候終於到了 好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現在啊 其實都已經穿上這個大外套了 因為這邊呢確實比較冷一點 而且現在太陽還沒完全出來 所以氣溫還是比較低 所以我們現在要找一個地方 稍微可以先坐下來 喝點肉茶 然後看可不可以 找到有WiFi 或是聯絡上我們的host 我們來這邊喝熱奶茶 跟吃點早點 坐了十個小時熱身 OK 我們現在跟我們的 House Serpent的後手 Far Ha 然後他請我們喝茶 謝謝你來參加 我非常高興 謝謝你 謝謝 我非常享受 我們現在坐在這邊 喝茶 叫Kawa 是我們昨天喝過的 好喝啊 我喜歡這個茶耶 那今天都比較鐵 好 我們現在要去搭 構成吉普車 這是當地人的搭吧 一個人250度比 Klaj 是城仇僅 3800人的族群 幾千年以來 一直生活在巴基斯坦的 西北部區域 今天我們要去的村莊叫做 Wimberate 它是Klaj的三個聚落之一 通往Wimberate的路況 非常非常糟糕 我們搭著共乘計程車 癲癲勃勃的好不容易才來到入口處 這邊要收費一個人600魯比 在這邊 然後因為我們不確定 他到底是不是有沒有 確切的文件啊 那些 到底是不是真正的 所以我們現在在確認 每一個來到這邊的外國人 然後服600魯比 然後現在我們已經來到這個Klaj Valley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好吃 好吃 我們現在要跟著我們的host Sheriff 現在我們走出來 他們的這個村莊裡面 這個地方叫做Wimberate 其實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小的一個小鎮啦 然後你看這邊都是一個玉米稻田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他們的這個Klaj的Museum 然後這邊呢裡面保存了很多的這個文物啊 其實蠻精彩的 飄價是200魯比 我覺得如果來的話可以進來看一看 然後有免費的導覽 好跟著我一起上來 我們現在來到了這邊最古老的一間房子 這個大門的設計啊我覺得非常非常有意思喔 大家仔細看這一根到底是在幹什麼的呢 那我們現在走到門後面 其實啊他們以前的人啊很聰明 這個門把的這個鎖 怎麼樣去把它關起來呢 沒有鑰匙怎麼辦 這時候呢就從外面 用這一根桿子 然後把它推動 那其實我覺得有點難推 因為即便是我現在這樣子 都很難推 好那這樣推動 OK推動 然後就可以把它鎖起來了 小偷雖然他可以自己帶這個鐵絲 可是他不知道這個高度到底多高 所以呢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去把這個房子鎖起來 然後這邊是就是他們的一個傳統的民居 哇我們現在來到了他們當地 Clash人家 那這邊呢 非常寧靜喔 後面呢就看到整個山谷 非常漂亮 那我們現在就坐在這邊 跟我們的host人一起 然後等一下呢他們可能會 跟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這邊他們居住的環境是怎麼樣啊 然後或許會早在晚餐喔 Clash和大部分的巴基斯坦人 有著非常不一樣的生活方式 他們說著Clash語 信仰Clash宗教 甚至在巴基斯坦這樣虔誠的伊斯蘭國家 他們可以喝酒 也允許自由戀愛 甚至還可以搶婚 如果女生不滿意自己的丈夫 她可以在慶典的當晚跟著其他男人走 新的丈夫呢只要付給前夫兩倍的聘金作為補償 是不是非常的特別呢 好他們邀請我們進來他們家看 我們一起走進去看吧 嗨 我們進來看他們家的房子 嗨 嗨 這邊應該是他們的床 然後那邊有很多的餐具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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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做你的名字 Wendy Wendy 你 Scott 你的名字 Gudbahar Gudbahar 你的名字 ZariaBB ZariaBB 每天你穿這個嗎 每天你穿這個嗎 真的 對 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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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iers 夏天 天 日本 你?你從哪裡來? 我從布魯尼 布魯尼 你幾歲? 我十歲 十歲 你? 我九歲 九歲 你? 他們在爬這個木頭 不知道在爬他們幹嘛 克拉什族人呢 據說是亞歷山大的後裔 他們有著白皮膚、藍眼珠 跟大部分的巴基斯坦人 都長得很不一樣 他們的特色呢 是女生會穿著色彩繽紛的刺繡洋裝 戴著精緻的頭飾 非常的漂亮 沙拉 嗨 阿拉 OK OK 不要 不 啊 謝謝 謝謝 他們說要送我們這個 超美的耶 要送我們這個 我們就在村莊 到處走走逛逛 然後跟一些這裡 當地的小朋友玩 他們都很喜歡拍照 然後一直說 one picture,one picture 一直想我們把他們拍照 都很可愛 這小孩現在拿著彈弓 不要彈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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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lash是巴基斯坦 唯一可以合法釀造 並且盡情飲酒的地方 來到這裡 怎麼能夠錯過當地的Local Wine呢 我們趕快來嘗試看看吧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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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看Local Wine 我覺得就是 比較淡的紅酒 比較淡一點 然後那個味道呢 有一點就是 純的味道 就是說 比較原物料的味道 沒有那麼純的 精釀過這樣子 OK 還不錯 還不錯 他說這一瓶 紅酒 Local的紅酒 紅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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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三千魯比 也就是六百台幣這一瓶 台幣這一瓶 台幣這一瓶 我們特意選在他們的 五叉慶典時來訪 就像他們的瘋年季一樣 全村會聚在一起唱歌跳舞 一整個晚上 好 大家喜歡我們這一集的VLOG嗎 大家喜歡Clash族人他們的慶典嗎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非常的特別很好玩 因為他們會一直跳舞 跳整個晚上跳 一直跳到早上五點 然後旁邊全部都是觀光客 在看著他們 沒有 其實除了觀光客之外 這邊呢 其實他的牧師 其他族群的人 他們也會去參加這個 他們的慶典 不過他們不會 下去跳 然後就是在旁邊看 這樣子 他們那個舞其實很累耶 你看起來他們沒有在幹嘛 他們就是一直在那邊 跑啊 轉圈啊 繞圈圈啊 是其實超級累的 因為他們一首歌 就是他們跟著那個鼓聲 但是他們一首歌都非常的久 我在跳 一邊跳的時候 我就一邊想說 這首歌什麼時候要結束 然後就橫串橫串 橫串 可是他們竟然 我跳兩支 我就已經太累了 我就沒有辦法再跳 可是他們竟然可以跳一整個晚上 也沒有休息 他們就一直在裡面 一直在裡面 對 而且這個慶典啊 是要從晚上九點開始 然後一路到早上四五點 非常瘋狂 連小朋友也都是這樣子一路到早上 可惜的是 Klash族群正在日漸消失 因為每年都有Klash的族人被殘破 或者是被利用而改姓一絲懶叫 這就總結了 我們在 Boomerate Klash Valley的這個故事 希望你會喜歡我們的故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要訂閱、分享、按讚、留言 把Klash族人的故事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我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 並且讓更多的資源 投入在保存Klash文化上面 好 那我們就下一個故事見囉 掰掰 掰掰 謝謝 謝謝你非常謝謝我們 是的 謝謝 你很adan mute 你們第一次來自台灣的第一位 所以你有見過 muscles 非常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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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回到Pakistan 當然 你跟我們一起住 沒有問題 謝謝 謝謝 謝謝